Hello 今天要來一起先練習看看 在精心理想之前 我們可以先為身體做什麼準備 然後可以讓我們長時間 就是讓身體平靜 呼吸平靜的好 好 我們就開始吧 一起到問題上 試試看在這裡吧 先把手先朝上 大腿和膝蓋放進去 如果你覺得腿很高 可以就是在屁股下面 這邊做一個很高一點點的 羽蝦裝 或者是 盤子抱著 可以把它折高一點 讓你的屁股可以高一點點 讓你的膝蓋和大腿可以往下降 好 那脊椎往上延伸肚致 已經輕輕臂上 對方就感受到 你不太行 出刃 然後呼吸 你不太行 手指一步吸 使用這一個功能 可以把你在徒道 擺 讓我們身體同性 一樣 好 在吸氣的時候 我們慢慢把你睫拔開 我們把它氣突風的時候 然後把臉部表情都放鬆 微緊張開 可以把連結呼吸的時間再放長 然後我們可以說進入身體的情況 手抓著你的膝蓋 稍微推一下我們的脊椎滑全圈 所以把脊椎胸口 胸口往前推 肩膀放鬆 跟著你的呼吸每次吸氣吐吸 進去的步驟 再次手吸 慢慢吐氣 在這裡 手進去右邊的一把 把你的側背身體勻轉 把上臉層斷斷 再一次 再一次 好盡量去感覺整個側邊的身體 從你的骨盒開始一直到你的手指尖 好 然後我們可以先試著躺下來 躺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做 我們是要感觸我們呼吸 經過身體的困境 所以你可以把手做一個枕頭 讓你的額頭可以疊在你的手上 好 然後我們的身體 我用側面給它打開 我們的身體 身體是躺著的 我們的腳打開 可以把腳整個打開 你可以先把腳合起來 膝蓋往外推開到最遠 好把腳直接打開 放在地板 好 所以你讓你的 腳外側 這個地方 腳的 腳到 腳的 腳外側 欸 這裡是腳內側 這是 腳的內側這個地方 可以整個貼合到地板 所以每個人腳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先再細心 把膝蓋打開 然後讓膝蓋往下放 整個腿的外側都可以幫你 好 手肘的枕頭 把手肘推開 肩膀放鬆 鵝桃放在你的手臂上 好 現在我們 可以試試看吸氣的時候 肚子會推開 先讓雙口 讓你的頭吸 把膝蓋 被吸氣 讓你的身體 充滿口氣 感到呼氣 好 很安靜地 我一般为大力支持者 轻轻推上 拦你的肋口靠在你的手上 在这里提示 终于在你的呼吸 终于在你的身体内 终于在你的肩膀上 终于在你的肩膀上 你看你的肩膀的方式 都感觉到你是前后后床 在这次 都让你身处更厉害 等你吃一吃 你帮你发现你的身体 后来我们的呼吸 同志上来 可以吃不到脚 抗起来 膝盖也抗起来 现在看法脚在这里 收回你 抗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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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胸口抬起来 手打开 试试看把你的腿按下你的 把脚跟按下你的屁股 手把放松 下巴也开始地休息在地板 甚至如果膝盖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把脚跟再往外推 让脚跟靠在地板 然后往推地板 再深入 身体坐起来 好 这时候 可以 就可以先简单地进入你的肌心里藏练习 祝大家 在肌心里面上的时候 都可以用肌肌活地的呼吸 在你离开肌心里面上的时候 也能维持肌肌活地的呼吸 啵 在肌心里面上 Tun菌